孙文案的起诉书提到 他曾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据当时的中共官媒报道 有来自五大洲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约2300位海外侨胞 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和龟桥桥卷代表应邀参加招待会 在这些受邀参加的侨领中 梁冠军赫然在列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拿着美国护照的人 他们为什么回北京去了 为什么召开这侨领大会 你给共产党干活 你给共产党合作 早晚一天找到你们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抓到在法拉盛这个孙海英 孙海英和梁冠军 还有周什么瑞 那个王八蛋 这都是一伙的 什么福建 什么华人协会的 都会被抓 都会被遣返 绝大多数人会在美国监狱里度过他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